数位一番talk 解析数位大事件 给你不同的观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数位一番talk 我是佩伦 节目一开始 先来一个小小的广告 那当然这个广告就是我自己的 就是我的这个电子书 为什么我的粉丝专业赢不了别人 20个必须弄清楚的社群经营概念 现在已经全面在所有的电子书平台上架了 包括了有伯克莱 包括了有独默 还有kindle PUBO COBO 通通都可以买得到 赶快来买这本书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在经营粉丝团的这个小编的话呢 这本书对你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他不会 他虽然没有教你怎么手把手去做粉丝专业 但这个很简单嘛 对不对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做 但是呢当你遇到难关的时候 当你在撞墙棋的时候呢 这本书相信就会对你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赶快去买就对了 好另外呢就是我的这个Podcast频道呢 也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不错的话呢 记得就要按下订阅 任何平台都可以订阅 我现在订阅的平台超多耶 除了Apple Spotify Google KKbox YouTube First Stories Dowdown 哇超多的 好 反正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把它定下去就对了 那如果你有在这个Apple的话呢 记得就可以给一些新等吧 对 然后给一些这个评语哦 那麻烦哦 给五颗星 谢谢大家 不然的话呢 这个心情就有点低档 就可能做不下去 这样 有种威胁大家的感觉哦 哪有这回事的 那另外呢 YouTube的话也可以大家订阅 YouTube订阅其实还蛮方便的哦 就把它当作是这个 现在YouTube其实也有一个趋势耶 原本的话呢 大家都是要看影片才对 对不对 但是其实呢 它也可以把它打开之后就当作一个背景的声音来听嘛 这其实也不错的一个方式哦 所以呢 如果你也可以的话就去订阅YouTube 然后记得订阅之后呢 麻烦哦 每一集都把它多听几次哦 顺便按个赞这样哦 好 在这里先麻烦大家多多的协助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刚刚前面有讲过嘛 我就说我自己的Podcast有 好多平台都有对不对 好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声音这件事情 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声音的这个产业越来越普及了 那再加上后来 曾经红过一段时间 不是曾经红过一段时间 就还是很红了 的这个Clubhouse 它这个线上的及时聊天服务也出来了 所以就变得百家争鸣 越来越多的跟声音有关的这样子服务 都开始在市场上面出现了 这些新的服务出现的时候呢 当然自然这些大的公司啊 大的原本大的产业啊 就不会去轻易的放过啊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啊 你知道吗 接下来连Facebook都要做Clubhouse了 而且听说Facebook也要开始做Podcast 嗯 然后另外呢 Spotify也要开始做Clubhouse 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一起来做这些东西啊 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好就在之前呢 不久之前啊 我这个Facebook它就公布了一件事情 就是呢 它开始今年呢 会更专注的在于声音的这一个产业啊 那原本呢Facebook呢 基本上都是做贴文嘛 做social嘛 对不对 然后后来呢 它想要去 它看到了就是IG 再是一个新的不同的内容的呈现方式 那它就很想要去学习IG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 就是限动啊 限动 所以呢 这个限动呢 非常的有意思 也是IG能够串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Facebook就很努力想要去学限动 结果呢 后来觉得学着学着好像也没有学得很好 那最后就不如直接把它买下来了 所以就就就就变成了IG是自己的 所以它就吃掉了这个的更大的视察 好那同样的呢 在目前可以看起来 就Clubhouse最近在串起的时候呢 发现有一些人呢 的耳朵啊 我们之前都说眼球被谁抓走 对不对 现在眼球可能也没那么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能看久了 眼睛都不舒服 都会累对不对 但是耳朵的话 你是没办法关起来的啊 你眼睛累的时候还可以关起来 闭上眼睛 然后不看 然后好好休息 但是耳朵是随时随地都打开的 所以耳朵的声音产业呢 就非常非常的 看起来很迷人的样子哦 只要你能够打开任何的一个频道 任何的一个节目 声音就源源不绝的来了 因此呢 Clubhouse会好的原因啊 也会是 其实这也是其中一个 就是用听的方式啊 可以让你更专心 更专注的在于内容到底是在讨论什么 或讲什么 尤其像Clubhouse里面这样的讨论的方式 有主持人的方式呢 就可以让大家更轻易的去接触 像原本可能你参加一个研讨会 你跟主持人是很距离遥远的 或是你跟这个主讲人是很遥远的 但是呢 在Clubhouse里面呢 你就可以跟他很接近 你只要举个手 或怎样发个言的话 都可以去跟这个主讲人对谈哦 好 所以说呢 在这个声音的产业呢 发现有另外一片天空啊 这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哦 而且就 重点就是 你不需要穿得很整齐 你不需要光打得很强这样子 让你的看起来红光满面 或者是看起来要非常的漂亮这样子 就也许你不知道 也许这个家里面 在家里面就可以录制 就可以开Clubhouse 就好像我现在在这个录我的Podcast的时候 我也是在家里面录啊 但是呢 我就不用去把自己做得非常的完整 什么叫做得非常完整 就是不需要着装非常完整吗 轻松一点嘛 对 虽然很轻松 但是我还没还没有到那个穿叼格啊 在录音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 好 穿短裤录音这倒是真的哦 好 所以说呢 在录音的方面 显得非常的简单了哦 那另外呢 可能也不需要太过复杂的剪接 那Clubhouse的话又是直实的 所以就更好去使用了 所以这个声音的产业就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 或者是使用哦 好 所以说你看这一个趋势出来的时候 这家大公司像FB这样大公司就发现了 嘿 原本在看我贴文的 看我这个watch video的这些人 怎么搞的 开始转移了 或是开始留在我这边少了 结果一看啊 原来是有些人在听 用听的方式在上网哦 所以他也觉得说不行 这个话我一定要把他们拉回来 怎么拉回来呢 那最简单的方式嘛 直接也做一个好了 也做一个好了 所以呢 他在今年呢 他果然就推出了 叫做Live Audio Rooms 呃 其实他就长得像Clubhouse一样 我不知道耶 为什么 为什么 就就既然你要去学一个东西 或是你要把这个模式搬过来的话 那 嗯 应该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改变吧 或者是那个风格可以做的更像自己一点 但是呢 我可以看到就是 他就是 就就是 对 他的复制版这样子 好 那换句话说呢 因为Clubhouse呢 原本的话 可能每个人都要透过 他一开始是透过一拉一的方式去加入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在Facebook的话 这边的话呢 因为本身大家就是一个社群在这里了 所以他可以找到的人呢 就更快的可以聚集到了 所以本身就有一群人在这里 所以你要开 这个任何的这个演讲厅啊 就Rune啊 这个包厢啊 都是很方便快速 而且可以快速的拉到很多人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有没有可能他可以 这个挤倒Clubhouse呢 我觉得这真的很难说 而且再加上听说 他好像已经开放了打赏的功能的样子 之前我们在研究Clubhouse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 他到底要怎么赚钱 他 对 你看 这个 尤其对于创作者来讲 对于这个主持人来讲 怎么样能够创造更多的营收 其实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点 然后譬如说我们做Podcast好了 我们在想说Podcast到底要怎么赚钱呢 说实在的 我不知道怎么赚钱 那现在可以看到赚钱的方式呢 就是前面插播广告 像一开始 我就自己先插播自己的广告 我没有片的广告 就插播自己的广告 那或者是当你的做出了某种影响力之后呢 你可以出去再去做更多的东西 好 那但是呢 在这个Clubhouse里面呢 因为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还不知道 所以说呢 还不知道找不到一个商业模式 那后来当然就开始有一些 赞助啊 出现这样子 那另外呢 也慢慢的开始推出来订阅制 也是一种方式 那或者是VIP room 这种都可以是一种 那像FB的话 他就推出了这个打赏的机制 那打赏机制呢 其实就有点像是以前的直播主 就是我们在开这个直播的时候呢 就有源源不绝的打赏一直进来 然后那些打赏呢 就可以再换成这个费用 好 所以说呢 FB一开门的时候 新的功能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先想好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工具 也许都可以对于大家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觉得是还蛮有吸引力的 那另外呢 Spotify呢 同样的 虽然他在原本的Podcast做得非常的好了 那但是他也发现了在Clubhouse这种 即时的讨论的这样子的服务里面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且Spotify一开始就是从耳朵开始做的嘛 对不对 从听音乐到听Podcast到现在这个讨论的讨论室 这样子的东西做的讨论室 所以对他来讲做起来应该也是更 游刃有余啊 就是说他的所有的服务都是跟耳朵有关的 都是在于耳朵这部分的 音乐听完了之后呢 现在可以听听人讲话 那可以听听节目啊 这个聊天的节目 那聊天节目听一听之后呢 觉得其实也可以听一下live的聊天 所以呢就马上可以再切换 所以这三块在Spotify里面呢 是非常非常符合的 他就变成一个声音大产业的一个概念哦 所以呢他也推出了一个叫做 Green Room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哦 但我也看了一下他的镜面哦 这是长得也像是Clubhouse 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多一点创意啊 有没有换一点新的东西出来啊 所以说这个都都都有一点 不一定不一定百分之百 虽然那个模式很像 但是至少你们那个icon哦 或者是一些地方做的很不一样一点嘛 你们的UX是不是可以做的比较 有一点呃有点差异化哦 这样子一个方式哦 好那目前的Spotify呢 是还没有对呃外部开放 目前好像只有对于英语系的国家 呃有开放 而且是限定开放的 但我相信过了不久之后 这个应该会马上就陆续开放出来了 好你看哦 所以在这个声音广播的这件事情呢 就开始了有除了原本的Clubhouse之外 两大声音巨头 也不是声音巨头 两大巨头啊 不要声音 科技巨头 Facebook跟Spotify都开始要介入了 哦也开始提供这样子的服务了 哦也开始提供这样子的服务了 那呃 Facebook他还更有趣的哦 他除了原本的这个呃 live audio rooms之外呢 他也接下来开始要推出podcast了 哇这真是令人满期待的 因为原本的podcast我们可能就是在这边去去自己从零开始经营啊 可是如果你从Facebook的话 因为基本上就有很多的人在那边 他本来就是一堆人在那边的一个社群 那只是现在开始延伸出来 有可能是影音的 有可能是声音的 有可能是文字的 不过我觉得他现在文字做的还是不是很好 他以前还有一个什么呃 网制的功能吗 对不对 但其实网制功能没有做的很好 我觉得这也不能怪他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不爱看看文字 所以真的是难免的事情 好那所以呢 他也开始要推podcast了 到时候呢 只要在这个粉丝专页上面呢 就会多一个podcast的一个标签 点进去之后 应该就可以看到他的podcast了 那另外呢 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功能据说 我是看到他的video是这样做的 就是呢 你可以直接拿你的手机就开始录音了 那我们是想说手机录音嘛 对不对 那一定会收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杂讯啊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要收到这么多奇怪的杂讯 所以就比较用高级一点的或是专业一点的麦克风 来近一点的收音 但是呢这个Facebook他很厉害哦 他的技术居然可以研发到 即使你是在大马路上录音的话 他也可以去精准的收到你的声音 而把其他的环境音尽量降到最低 所以声音录出来其实还蛮漂亮的耶 我觉得这个对于录音的人其实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因为这个等于是成本一层一层的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削减了 原本你要录音的话 你需要一个好的麦克风 你需要好的电脑 你需要一个软体 好的软体 甚至要一个好的耳机 但现在呢一切的科技都不断的进步 所以呢 麦克风也没有那么贵了 电脑也没有这么贵了 甚至录音软体也没有这么贵了 甚至有些还有mixer 哦这什么东西都出来了 所以就变得 大家都很容易来做 那如果再加上以后用手机就可以录节目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耶 那就变成大家都可以来加入Podcast的行列 只要你能说能讲 能够说出一些道理来 也不用道理来 有时候讲话事情也不用道理 对不对 就是一种陪伴的感觉 所以我们的Podcast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播客 播客 就非常非常的擅长于聊天 然后聊一些趣味的东西 其实听Podcast有时候呢 也是一种时间的打发 听听趣味的东西 然后得到一些知识或者是尝试 那也有另外一种Podcast 就像我这种的话呢 我就是提供比较 某种领域里面 比较有趣的知识给大家 就是在于科技在于行销这部分 好所以说呢 就每一个领域都有 所以就是让你自己选择你喜欢的 所以只要你有自己有这一份专长的话 你有某一个领域的一个专长的话 你也可以开Podcast 但是我在想一想 如果是开Podcast的话 有哪些人可能没办法做 可能要思考一下 比如说做菜好了 做菜的话 用听的话可以吗 我是有听过就是介绍美食用讲的当然没问题 可是要介绍教你做菜的话呢 用讲的好像就有点困难 对不对 还是要看影片会比较好 或是看图文的方式才会比较知道怎么做 用讲的方式的话 好像好 如何能够讲出 如何做一道好菜 那也是蛮厉害的 也是很有本事 好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声音产业这件事情呢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大趋势了 尤其当所有的这个大的企业都开始投入资源 要开始进行很多的开发跟投资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东西的确未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 所以呢 我们所有的做品牌在做行销的时候呢 不妨思考了一下 因为现在你需要去做行销的方 这个管道其实真的越来越多了 不管是做YouTube的在里面做内容行销 或者是做文章的内容行销 广告社群等等的 现在有多了一个新的管道 就是在做声音的内容行销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哦 而在这个分众的时代呢 真是越分越细了哦 不但是族群会变成更多的分众 连平台也会有更多更多的这个不同的属性哦 所以说呢 我们在做行销的时候呢 就更需要去好好的思考 那些来好好的运用哦 今天节目到这里 告个段落 最后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我的这个Podcast的这些平台里面哦 去选择一个你喜欢的Podcast平台 订阅下去 我才能够常常的把最新的消息 跟大家分享哦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一些 呃建议啊 或者是给些新等这些的哦 那新等不用多 五颗心就好 好不好 呵呵呵 这样子心情好 才能够有继续做节目下去的动力哦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一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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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